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杰克 这段影片我们讲一下怎么样修改Wordpress后台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那我们在Wordpress登录后台之后设定下面一般这里 会看到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当我们Wordpress有什么信件需要通知你的时候 它就会寄到这个信箱 尤其是像5.0之后的Wordpress 它可能有程式的错误 或者是有需要更新的时候 或已经更新完的时候都会寄信给你 那寄到的信箱就是这一个信箱 所以这个信箱一定要先设定好 而且你要能够收到信 那当我们有需要修改这个email信箱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填入你的新的电子邮件 那比方说我现在要换成 我本来是01 我再重整一次给大家看 我本来是01 那我现在换成02 那我就改完之后储存设定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讯息 这边下面写说 要求人代确认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寄一封信到新的这个信箱 那很多人误会说 它是寄到旧的 那其实旧的信箱通常它已经确认过 它不需要再缺认 它是要寄给这一个新的信箱 所以你刚填上去这个信箱 应该是正确的 应该是你现在正在用的 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 它误解成说 它寄到旧的 可是我旧的可能已经账号密码登不了 或者是那是别人的 那我怎么去收这封信 所以这个认知是错的 不是寄到旧的 是寄到新的 好 现在画面上看到 这个是我的Gmail mail.google.com 那这一封信 我把它开在一个新的视窗 然后你会看到 它是从Wordpress寄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还需要去修改 因为你如果不修改的话 预设寄出来的系统信 它的寄件名称 叫Wordpress 然后寄件的地址 是Wordpress at 然后我这个网站的网址 好 那这等一下我们再说 接下来就是 它寄了一封信给我 那寄到这个User02 收件者是User02 它不是寄到01 又是寄到02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点 这一个连结 那我把这个连结复制过来 贴上 好 那我们刚刚下面这个提示的讯息 就不见了 就代表我们已经修改成功了 好 那接下来的问题 大部分人遇到就是 我没有收到刚刚说那封信怎么办 那你可以先到 垃圾邮件信箱找找看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装这个叫Post SMTP的外挂 那它就可以帮你设定 我刚讲的那个寄件人的问题 比方说原本的寄件人是Wordpress 那第二个它可以记录你到底有没有寄信 所以它就可以帮你辨别 你的程式到底有没有做寄信这个动作 那如果有寄信 可是信没有寄出去没有收到 那它也可以帮你设定 你可能虚拟主机自己设定的信箱 是申请第三方的寄件服务 比方说Mailgun 我们有交过 然后Sangui 这一种第三方的寄件服务 那这一套外挂 我们会再另外录一个影片来好好讲一下 关修改Wordpress管理员电子邮件地址的部分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没关系 吧 你要关系 nailed 小身 说 什么 分钟 谁 我